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塞尔布亚和科索方面最新的消息 15号的时候,塞尔布亚已经正式要求在科索北部地区部署科索警察 部署人数1000人 塞尔布亚总统57期也表示虽然提交了申请,但是一定会被驳回 所以塞尔布亚方面也在准备着出兵 最新的消息呢,塞尔布亚方面已经向科索边境地区开始集结重装备 大家可以看,包括M84坦克,这是塞尔布亚国内的坦克 另外还有STRELA-10防空系统,都在向科索边境地区集结 那这些重武器呢,现在都抵达了拉什卡这个方向 拉什卡这个方向 那塞尔布亚呢,现在呢 最新的一个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截止16号,当地时间呢,晚20点 那么在整个的科索北部地区的路障呢,并没有解除 路障呢,还在增加 当地的塞尔族人持续抗议 那路障呢,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两个过境点啊,一个是在这个地区 就是靠近叫新帕寨尔过境点 新帕寨尔这个过境点 另一个呢,实际上就靠近这个图停 是在这儿 这两个过境点,现在呢,整个的边境是封闭的 包括交通也全部中断 另外呢,塞尔族人呢,还在北部地区七个定居点设立了路障 在鲁达尔城内还设立了这个帐篷 那很多人呢,实际上在冬季啊 担心这个科索啊,袭击塞尔族人这个设立的这个路障啊 所以呢,很多人是连夜 进行掩护 一到夜间呢,就会发现啊 这个路障周边啊,会升起这个篝火啊 就当地的塞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 防止这个科索警察把这个路障清理 那因为有塞尔族人在啊 科索警察也不敢啊,贸然行动 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僵持状态 当地呢,也下起了雪啊 当地现在降温啊 夜间的温度也是非常寒冷的 那现在呢,实际上又发生一个新的情况啊 就是科索当局呢,开始逮捕当地的 呃,带头的一些这个游击队员 那特别是一些这个前科索北部地区的警察 那实际上这个很好理解啊 很多游击队员呢,实际上他身份的就是警察 有一些警察退休以后呢,就加入了塞尔族游击队 带头和科索当局啊,作对 那昨天晚间呢,自13年以来 那在当地任职的一名警察 在 科索南部地区 叫武器特尔恩 被 科索警察局啊 那被逮捕的警察呢,叫 呃,特拉伊科维奇 啊,斯拉丹 特拉伊科维奇 他是在16号被正式逮捕的啊 他现在已经被移交给普里什纳的警局啊 目前呢,只知道他现在在 接受审讯 说话晚间 特拉伊科维奇因涉嫌在1999年 呃,犯有战争罪 被 武器特尔恩当地的警局啊 逮捕 那警方表示呢 已经收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啊 可以由普里什纳的特别检察官 办公室 进行逮捕 现在我了解呢 这个 斯拉丹啊 特拉伊科维奇呢 一直是在啊 科索沃警察局任职啊 呃,11月7号之后呢 他和其他的一些赛族人一起 宣布辞职 塞尔布拉北部的很多这个警察局的 职员啊 一起辞职 所以他也是其中一位 那么他现在已经被逮捕 那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办公室的主任啊 佩特科维奇认为呢 特拉伊科维奇在科索沃和梅托西亚被逮捕啊 表明普里什纳临时机构总理阿尔滨库尔蒂继续猎杀赛族人 不想缓和局势 那除了这个被逮捕的啊 前警察以外呢 今天呢 在米特罗维查北部 还有另一名的前科索沃警官叫佐兰米哈伊洛维奇 也被拘留 另外呢 一周以前被逮捕的叫潘蒂奇 以及阿基奇 米利安阿基奇 目前两个人的下落都没有对外公布啊 所以呢 现在科索沃当局呢 在北部啊 进行这种大肆的逮捕 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呢 逮捕行动并不会就此结束 还会继续扩大 阿尔巴尼安全部队在定点 定居点周边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调查 向居民问询 警察在服役中 有没有住在他们隔壁的 那塞尔维亚当地媒体还报道啊 在 科索的南部啊 叫普里兹伦附近的阿尔巴尼亚人 今天呢 还对几座塞尔维亚人的房屋 另外呢 还有圣尼古拉 圣尼古拉斯教堂 十六世纪这个教堂啊 这个教堂很有名啊 这个教堂呢 如果有 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这个科索啊 可以到这个教堂看 十六世纪的教堂 就在这个附近 普里兹伦 那进行了这个打劫啊 所以呢 出现了这个针对塞族人啊 包括针对 东正教啊 东正教这个古迹的一些破坏 然后为了保护塞尔维亚人呢 贝尔街的当局呢 已经向北约维和部队 要求 克索和梅托西亚 框架内 部署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 那科索的总统啊 奥斯玛尼 他表示啊 科索北部和梅托西亚的局势 对普里什大当局来说 是一个挑战 他说啊 塞尔维亚军队将不再驻扎在科索 奥斯玛尼说啊 由于塞尔维亚对科索领土的主张 科索北部继续构成挑战 这通过犯罪结构的资助和支持来表达 他不能说啊 这些团伙将被绳之以法 科索领土总统表示呢 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领土的存在 于199年结束 我们都见证了塞尔维亚对科索领土的持续威胁 这种威胁体现在塞尔维亚总统 在科索领土部署军队的霸权思想上 他还强调 科索领土的战略标是加入北约 12月15号的俄罗斯驻贝尔格大使 亚历山大 克拉琴克 他表示啊 普利什尔维亚公然无耻的继续控制 科索领土部署军队大使指出啊 这发生在欧盟和美国试图 找到解决因局势恶化而出现问题之时 作为西方特使 美国埃斯科瓦尔和欧盟的特别代表 莱恰克在贝尔盖德和普利什尔维亚 举行的会议的一部分 正如他们所说 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目前科索领土 局势恶化的办法 那普利什尔维亚当局高层 公开和厚颜无耻的继续控制 该地区北部那里居住了塞子文 另外呢 大使还质问西方啊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克拉琴科呢 补充说啊 目前的情况对贝尔盖德来说 似乎是一种新的施压 塞尔布亚总统武器 级的15号 在塞尔布亚全国电视 举行政府会议后表示 塞尔布亚将向北约驻克索额 武装部队司令部 发出正式的请求 要求向该省派遣数量有限的警察和军队 他说今晚以电子形势 今天 明天早上在行政过境点 总参谋长或代表将我们的要求 交给驻克部队 指挥官 那武器级表示啊 该请求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提交 决议提交 该决议呢 最多可将1000人送回克索和梅特加境内 塞尔布亚总统最后强调 该决定 该决定是一致通过的 但在他看来呢 这个请求将被拒绝 那是今天呢 整个科索的局势啊 从现在来看呢 塞尔布亚方面呢 还是比较谨慎 并没有立刻宣布啊 要出兵 但是呢 塞尔布亚的动作呢 实际上一直没有断 塞尔布亚的这个军队呢 正在集结 现在来看呢 在拉什卡 塞尔布亚都在集结重兵 塞尔布亚呢 实际上呢 如果开战的话 他会直接控制塞尔布亚和克索的这个 北部 特别是啊 靠近这个克里纳这个方向 还有这个贾克维查这个方向的这个边境地区 那实际上呢 他会切断和这个黑山 和黑山之间的联系 切断这个克索沃和黑山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大家知道 阿尔巴尼亚如果援助克索沃的话 也会从这个方向 也会从这个方向 所以呢 现在图停这个方向 克索沃这个增兵 这个部队 主要还是在图停这个方向 拉什卡 拉什卡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主要是负责北部啊 特别是米托罗维查 未来在这个方向 部署重兵 在普里扇纳呢 实际上现在呢 叫梅德维甲这个方向 也部署了一部分部队 他距离普里扇纳非常近啊 所以如果克索沃真的 未来发生这个骚乱的话 发生武装冲突的话 塞尔维亚军队啊 他是可以直接抵达普里扇纳的 同样在这个边境地区啊 北约的部队也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所以未来如果要交火的话 一个是米托罗维查这一线 和普里扇纳交区啊 都会发生大过门的交火 那现在情况来看呢 塞尔维亚正在积极的准备战争啊 塞尔维亚并没有放弃啊 这两天呢 实际上塞尔维亚比较低调 这种低调呢 我觉得是塞尔维亚比较务实啊 他现在呢 并没有多说 而是在继续做 再向边境地区啊 增兵 刚才讲了几个位置啊 实际上呢 都已经将这个重装备啊 向这个方向集结 同样北约其实也非常清楚 所以北约方面 现在呢 也公开表示啊 如果塞尔维亚要出兵克索 等北约一定会干预 那北约要下场的话 俄罗斯 俄罗斯在背后会支持塞尔维亚 所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这个竞争 你看从乌克兰方向啊 现在已经转移到巴尔干半岛 所以未来 俄罗斯和北约在巴尔干半岛 也会有直接的竞争 俄罗斯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塞尔维亚 现在呢 看呢 科索沃啊 他现在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而美国呢 正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 俄乌战争 所以呢 北约现在积极的支持科索沃 所以科索沃呢 抓住了这个战略窗口 一举收复了北部地区的这个控制权 包括这个行政权 全部都会 所以可以看 俄乌战争啊 实际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他推倒了以后 整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多米诺骨牌 都会有连锁反应 美国现在非常积极的支持欧洲 为什么 欧洲出现动荡 特别是欧洲地缘政治发生 变化的话 对美国非常有利 所以美国呢 他这个调整 未来和俄罗斯之间 在整个的巴尔干半岛 这个博弈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那么未来呢 塞尔维亚 他怎么反应 我觉得下周就会有一个 比较明 比较明确的态度 现在塞尔维亚虽然向这个方向增兵 但实际上塞尔维亚也在和各方在谈 那这是今天的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最新的一个消息 后续呢 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次让给大家分享